袋裡面有很多 寶貝剛出生的東西 像這個球球 還有剛才的安撫金 就很大一點才可以用 那這個是書 不會受傷的書 造型卡哇伊的育兒寶貝袋 裡面裝滿各種貼心小物 有回禮小車車 小布書 安撫金等 讓新生兒爸媽愛不釋手 連小孩都玩得不一樂乎 看到育兒的實用手冊 我們就可以 我就可以跟著他 去看上面的手冊 去教小朋友怎麼去玩這個玩具 讓他可以去學習去成長 所以真的很感謝我們兒少叔 準備了這麼多的玩具 而且我剛才還有看到一個就是 裡面還有一個 裡面還有一個 成長的指引 就是說發展量表 加上我們家長就知道說 小朋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是正常 沒有需要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所以非常感謝 希望鼓勵媽媽們多生小孩子 那再加上今天兒少叔 推出來的育兒寶貝袋 讓小孩子 只要涉及在基隆的 都可以來申請 我覺得一連串的措施 包括市長的市內兒童樂園 最終希望打造 基隆是一個有愛的城市 也希望鼓勵更多的人 可以在基隆生養 那基隆也專門成立了一個兒少處 專門照顧小朋友 也關心更多小孩的事情 希望所有在基隆的家長們開心 也希望小孩子們都很愉快 基隆市政府兒少處 送給新生兒禮物 首度推出育兒寶貝袋 專為0-2歲幼童設計 裡頭除了有六種玩具 還有簡易的發展量表 工具書 市政府更貼心加證 嬰兒泡泡路 讓新手爸媽照顧上更方便 希望家長們 因為我們這麼好的政策 可以多生一些 讓我們基隆的出生率增加 人口增加 再次謝謝兒少處的用心 也希望大家 認同我們市政府這樣的政策 基隆一兒寶貝袋 就在我們的10月1號開始可以領起 到我們的護政事務所 七個區的護政事務所 都可以領取 而且我們可以追溯到 只要在今年1月1號出生的寶貝們 都可以 就是家長帶著我們相關的政見 到護政事務所來領起 歡迎大家一起來陪伴小孩子快樂成長 暖心禮物 育兒寶貝袋 將從10月1號起分送各區護政事務所 所有新生兒父母在辦理出生登記時都可以領取 記者黃哲泣即用報道 記者黃哲明自容報道